曹山文老師說 他如果是培養木莓菌 多久要營養後呢 這個就看你營養的一個 一般我們通常 自己在培養起來 這個盡量我們都會建議 說不要放太久 可以更快的 在這個期間裡面 就把他營養 因為通常我們自己培養的時候 受到台主人環境的一個影響 那麼一個 比較沒那麼清潔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種十分的一個污染比較多 那麼你放入去呢 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我們是覺得說 如果是營養 最好不要放超過半年 那麼你自己培養起來 最好的可以說 這水用這個兩三個月裡面 把它營養 月短期間內把它用完 是更好 當然你如果是培養後很好吃 然後這個乾燥的程度還有夠 把這種東西放一段時間 是沒什麼要緊 因為 很多這個 大自然裡面的這些微生物 它產生 尤其像這種產生包子化料 它會開始這個消眠 要進入這個消眠 它的這個保存期限會更長 但是就是說 在我們在培養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是比較沒說很建議這樣 那剛才說到是這個乾的 你如果是做這種液肥 比如說你是用這個木霉菌 去做這個發酵液肥 那麼這種發酵液肥呢 你如果沒有蜜蜂 沒有蜜菌 所以呢 那裡面其實還有很營養 所以有很多 十分的 會來給它吸收 會來裡面利用 所以我都會建議好朋友 儘量在這個基幹裡面 你就把它用掉 比如說這個大概一水 這水呢 你把他整整的 你就差不多 這一樣一尺用 你就差不多把它用完 那麼這可以讓我們的朋友 大概稍微做一下 了解到 那麼 完結上就是說不要放過 可以不要放 能夠盡快把它用完 這可能呢 是比較好的 所以讓你稍微做一下參考 嗯哼